好 失業危機前面是什麼 是出口跟就業危機 出口跟就業危機 再來失業危機 再來房地產危機 最後地方財政危機 跟銀行危機 所以五個危機同時爆發 我把它比喻為 歡迎收看小姐姐財經雞湯 我是主持人小姐姐甄玄一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總體經濟專家吳嘉隆 哈囉吳嘉隆老師 小姐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吳嘉隆老師呢 現在這一集是要特別告訴觀眾朋友的 因為即將會有 大事要發生 所以剛剛趕快問老師說 我現在是要換黃金嗎 那台灣的房價怎麼辦 噼哩啪啦 這一切就要從目前 中國經濟狀況很糟糕開始說起了 我們目前看到的局面是 今年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五月下旬去北京訪問 再來六月是國務卿 再來七月是財政部長葉倫 再來還有季辛吉去 還有氣候特使凱莉去 接下來還有商務部長要去 所以美國一連串的高官 急著訪問北京 為什麼 是因為根據美國的情報 他們發現 習近平可能真的內部 壓不住 可能要在外面 動手 動手了 就是說可能這次要來真的 所以美國在化解戰爭的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在 金融市場的觀察之外 除了解讀聯準會的利率 解讀通行數據等等之外 我們還要解讀的就是 地緣政治風險 那麼現在 從今年下半年開始 全球經濟會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是 美國的升息 所產生的緊縮效果 在今年下半年會開始發生作用 也就是高利率造成的資金緊縮效應 現在它的滯後性開始發酵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從政策行動 到產生效果有時差 這個叫做政策滯後性 這個時差一般來講估計 6個月到9個月 我們就以9個月來算 通常利率3%以下的話 這算是 量化寬鬆的退場 還不真的叫緊縮 它只是回到正常 貨幣政策正常化 所以3%以後才算是 真正的緊縮 那我們看什麼時候升到3% 就是去年9月那個利率會議 去年9月的利率會議 基準利率升到3.0% 到3.25% 這個區間 我們可以這麼說 從9月以後 就算是貨幣的緊縮 正式登場 在3%以下的話 那個其實都還在寬鬆 好 那麼9個月的話 去年9月算9個月 大概就到今年6月 所以從7月開始的話 各種緊縮的那個效果 應該會逐漸的 讓經濟體系感受到 也就是說 企業它的借款成本 大幅增加 它的資金壓力成本 可能會開始 慢慢的浮現 就是說緊縮的那個效果 開始出來了 好 你會看到美國的那個 消費在 收縮 然後呢 事業可能要開始走高 然後呢 房地產的價格 去年下半年 行情 已經開始那個 拉下來 轉折了 然後租金可能要開始轉折 新簽的租約要開始反映 所以美國的 收縮會讓 首先 消費電子行業 警器會 下滑 第二個 半導體的需求會下滑 側面印證我們台積電的那個營收 最近都是比較不利 對 已經印證美國那邊 因為歐洲也在升息 所以第一個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 經濟前景會開始收縮 第二點 中國呢 在解封之後 原本期待會有 報復性消費 完全沒等到 會有緩談行情 然後結果沒有等到 為什麼 因為極端封控期間 跑掉的訂單沒有回來 然後呢 破產的中小企業沒有回來 流失的就業機會沒有回來 所以很多中產階級現在 沒有辦法去付房貸 乾脆斷供 他們講 他們叫做 數以叫斷供 是 那結果當然是讓 房地產危機 惡化 沒有得到解決 那所以演變到現在的話 最近 碧桂雲也出事 然後呢 投資房地產產品的那個 中職集團 中榮信託也出事 那這些狀況表現出 房地產危機已經擴散到 金融體系 然後在金融體系會製造 黃地產 可是他們的產品 後面有人買 就是一些上市公司會來買 他們的金融產品 信託的啦 財富管理的啦 那這些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 肯定也會不好看 所以 股牌效應 這是一連串的效應 對會有一連串的效應 所以目前看到中國經濟 現在整個 宏觀來講 中國經濟要 抓他的 重點 黃地產 黃地產危機 後面產生 帶出兩個危機 擴散出兩個危機 第一個就是 地方財政危機 因為他們的地方政府 出浪土地收入 來取得財政 大概佔四成 然後現在黃地產危機不好 開發商不敢去跟銀行貸款 來批地搞建設搞項目 因為都漫尾嘛 賣不掉嘛 對不對 所以 開發商不敢再去搞 新的項目的結果 地方政府的土地 轉浪收入就不行 連沿海大省的浙江 這些都一樣 上海都一樣 所以現在地方政府的財政很吃緊 地方在違約了嘛 或者準備要爆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擴散出來的就是 那個銀行 因為銀行有這個 房地產的貸款 這些房商用不動產 還有住宅 這些貸款的抵押品 那這些資產現在品質下降 再來的話 他們有去買 地方債 地方政府的債券 地方政府的債券 現在要違約 所以銀行 又被打擊到 然後現在這個是銀行 然後後面還有 所謂財富管理金融機構 他們推了什麼信託產品 財富管理的產品 一大堆的金融產品 那其中都連結到房地產 包括他們提供房地產融資 因為銀行不敢再貸款給 開發商的話 可能從 這些 財富管理機構 來取得融資 結果現在 這些財富管理機構 就開始 踩雷了嘛 所以最近 會一連串爆發 所以中國經濟狀況 現在很糟糕 所以房地產危機引出了地方財政危機跟銀行危機 往前為什麼會有房地產危機 當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失業問題 因為失業的結果很多人就交不出房貸 而且所得 收入將來有不確定性 不敢買房 原來要買房的錢都hold住了 所以現在爆出 儲蓄大增 預防性儲蓄出來的 失業危機前面是什麼 是出口跟就業危機 出口跟就業危機 再來失業危機 再來房地產危機 最後 地方財政危機 跟銀行危機 所以五個危機同時爆發 我把它比喻為 就是 個別問題都很難救 你現在 多重危機同時出現 然後我們再往前追究一下 為什麼會有出口危機 當然就是貿易戰 根源就是 美中關係搞砸了 所以現在習近平要出動 葉克膜嗎 葉克膜有救嗎 沒救 因為 多重危機同時爆發 源頭在於 習近平搞壞了 美中關係 所以中國經濟要有救的話 必須習近平改弦更張 習近平曾經試著 跟美國和解 讓美國不要再打他 結果他做了一個試探 就是 把外交部長換成秦剛 秦剛是親美派 結果秦剛試探了美國以後發現 美國很強硬 那個親美路線走不下去 所以把秦剛換下來 又 把親俄派換回去 重新回去跟俄國靠攏 經過這樣的反護折騰 習近平應該已經明白 經濟問題沒有辦法 用經濟手段來解決 所以他現在走的路線是 經濟問題政治化 表面上叫做反貪腐 查賬 查逃漏稅 其實都是因為財政缺口很大 在搶錢 在收割 我們以我們台灣做比喻 我們台灣的地方政府缺錢的時候怎麼辦 脫掉了 把很多汽車機車脫掉 要充實那個地方財政收入 一樣類似 變相加稅 我們看中國歷史上 朝代的更替 有兩個模式 一個叫做明朝模式 就是維穩的經費 由中央來背 一個是清朝模式 就維穩的經費 經費分發給各個地方來背 那明朝的結果呢 中央要來 承擔這個維穩的開銷 所以呢 他就開始恆征爆裂 通膨 然後呢變相加稅對不對 最後呢 這個民不聊生 然後呢官逼民返 最後農民起義 改朝換代 那清朝的模式是怎樣 他下放給各地方 各地方去 想辦法處理你當地的那些 叛亂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呢 地方割據出現 所以清朝末期是 清朝是亡在地方割據 國民革命並沒有把清朝消滅 不是 清朝是被袁世凱勸下來 地方割據造成 所以呢 我們要看中國現在是走明朝模式 還是清朝模式 目前看起來是明朝模式 改朝換代 兩種都是改朝換代 但是我們問的是哪一種方式的改朝換代 因為目前的跡象看起來 以習近平跟中共目前執政 班底 的那個應對能力來講 他應該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到了多重器官衰竭 你找明義來大概也就不了 那目前的情況就變成說 有沒有可能 他因為內部的問題壓力實在太大 對外開始做軍事冒險 就是轉移內部壓力 可是呢重點不是轉移內部壓力 重點是因為一旦有戰爭的話 內部可以進入 暫時 經濟體制 可以對全社會做監控 軍管 然後呢對付可能的那個社會騷動 社會抗爭 避免被推翻 所以習近平告訴黨內的就是 一切要維穩 一切要保黨保政權 所以呢任何強硬手段 任何 這個必要的措施都變成有道理 所以包括對外開戰 或者製造軍事衝突 那美國已經知道這方面的情況 所以美國在預防戰爭的爆發 所以才會把100歲的季辛吉 請到北京去跑這一趟 因為他們都在做戰爭的那個預防 避免戰爭 因為一旦戰爭爆發的話 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美國的預防有效嗎 我問你有沒有效 你看一件事情 美國為什麼把火箭軍的機密資料 抖出來 火箭軍的機密資料抖出來以後 大家發現那個是高層才有的資料 不是中下層 軍官能夠得到的資料 所以習近平發現火箭軍不想打 所以火箭軍高層 故意把機密洩漏出去 美國連每一個火箭軍的基地 有多少發射架 有多少導彈 什麼種類都很清楚 對 所以習近平發現原來 火箭軍高層靠不住 那怎麼辦 整頓清洗 所以這麼一搞下來的話 火箭軍兩年內不能打 美國用這種辦法再拆彈 這是我們都沒有預料到 但是 就是說美國一方面給中國壓力 讓中國內部這個習近平困於內部的問題 可是又要預防他狗急跳牆對不對 所以我曾經說他應該不會狗急跳牆 為什麼 我說大腿肌肉拉傷的狗怎麼跳牆 他現在內部問題那麼多 而且 他們有一個比喻 就是平時 武器跟子彈分開放 戰時的時候呢 子彈跟武器就合起來了 那個時候你把子彈花下去 你怎麼保證槍口是向台北打 而不是向北京打 所以呢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火箭軍那個參數設定對不對 按鈕要去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飛彈是打台海 而不是打中南海 所以呢習近平也擔心 政變兵變嘛 所以他也不能動 所以 不能動他又必須抓軍權 要維穩 所以呢他就來一個整肅 清洗 讓大家忙得人養馬歡 然後現在呢 JRG要玩的是 醫療產業的反貪腐 為什麼 因為在 對抗疫情期間 那個核酸檢測的錢 是不是很龐大 是啊 對啦 他要追這筆錢 就是說 共產黨先讓你賺錢 之後再說貪腐 反貪腐 然後把你的錢收割回來 所以你不要在 中國大陸賺錢的時候 以為那真的是你的錢 所以你的工資不是你的工資 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 你的財富不是你的財富 就等著共產黨什麼時候 找出一個理由來把你的東西拿過來 所以共產黨永遠就是共產黨 這是他的基因不會改變 他讓你賺錢的時候 只不過是把一些錢暫時寄放在你這裡 你要這樣想 不然的話 他來 敲你的門的時候 你會來不及跑 現在 聽說上海解封之後 跑了1萬人 帶走400億美金 平均一個人帶走400萬美金 400萬美金大概台幣多少 1億多 也不是很多 但是資金在外流很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看出來中國的問題有可能 擴散到 境外 影響到全球經濟 跟美國這邊升息在收縮 中國這邊也收縮的話 那麼全球景氣坦白講要下修 現在國際金融機構也 認清楚這件事情 之前景氣是上修的 現在都開始下修 因為其實 中國經濟的嚴重性 被很多資本家 金融機構 高估了 現在終於不得不面對現實 因為多重危機的同時爆發 它本身會產生擴散 會有骨牌效應 對不對 房地產的危機以後 影響到銀行 銀行以後又影響到客戶 客戶可能又要裁員 那個 或者破產幹什麼 他這個 會滾雪球 那這樣子的結果 中共 執政團隊會忙於救火 應該是沒有時間沒有力氣 在外面興風作浪 可是有人說正是因為他無法解決問題 他只好在外面興風作浪 那問題是興風作浪的重點 在於推出 暫時經濟體制 於是可以做社會監控 他目的還是回到希望可以拯救這個多重細寬衰竭的狀態 他的目的是維穩 以戰爭狀態為名義 進行內部監控 這才是他要的 所以他要在外面搞一點事情 然後嚇嚇大家 保黨保政權 維持他個人權利 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他這樣講的話 黨內沒有人反對他嘛 你這樣講是對的嘛 政治正確嘛 可是呢 就是說 他的算盤應該是打錯 因為什麼 因為這些做法不能解決問題 到最後老百姓覺醒 國際社會都對中共大覺醒 然後他的問題會更嚴重 所以最後可能剩一招了 就是 中共黨內讓習近平下來 換上 那麼可能 我是說最後可能只剩這一招了 就是 他們勸習近平你就下來吧 習近平下來以後 國際社會眼睛一定要說 又可以悶聲花大財了 很多資金就回流 股市會反彈 所以說不定就只剩這一招了 就是讓習近平下來 當年讓華國鋒怎麼下來 讓他安全下樁 當年那個黨主席華國鋒安全下樁 所以現在他們據說在安排一套辦法 讓習近平可以安全下樁 這樣子的話 股市不當反彈 而且可能信心也回來 資金也不在外流 這樣才有救 否則的話資金一直外流的話 你房地產危機 為核心的這個危機 就整個擴散展開 沒救了 非常謝謝吳江老師 相當精彩的分享 那麼更多精彩的 總體經濟分析 也請鎖定小姐的財經濟湯 謝謝老師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